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员金盔金甲大将 此人乃震惊大帅张天鹅 闻讯帅部来拿薛奎 围兵一多 薛奎猛然想起薛娇和忠忠 心中一击 拨马转身 冲入乱兵之中突围而走 薛奎催马冲出群围 来至一条街前 追兵仍穷追不放 他定神一望 只见街旁有一座高大官府 大门敞开着 便甩凳下马 牵马溜进府中 从里把门插上 围兵赶到 有兵丁就指给张天鹅 说那黑小子跑进这府门去了 震惊大帅张天鹅 马上下令让兵丁 把这座官宅团团围住 又派手下人快去打听 这是哪家府邸 功夫不大 兵丁回来禀告 说这是长寿鲁王城咬金的官宅 张天鹅素知成咬金是佛爷眼珠子摸不得 惹不起 不敢砸门闯入 只好走上台阶 扣打门环 探问探问 叫了好半天 门内有一位家丁答话 张天鹅又把来意说过 家人说 我家王爷睡了 明天吧 张天鹅说搜捕靴门之后 事关重大 不敢耽误 家人才去回禀 过了很久 家人打开府门 只见院里打球火把 亮如白昼 承咬金在椅上半躺半睡 张天鹅近前跪拜 说进府要拿结法场的薛魁 好去交官 承咬金怒道 好小子 原来你深更半夜 而来是要搜府拿人 并要上殿揍我承咬金 窝藏薛门之后 张天鹅吓得单腿打牵 跪倒在地 盲说老千岁 您息怒 我手下冰丁 确实看见薛魁 进了您府 王爷莫要多疑 我对您绝无歹意 正在这时 就听外面有人答话 承老千岁 天到这时 您还没歇息 承咬金一看 来者正是 青州王五三思 盲晴五三思到前厅去说话 一边走着 张天鹅对五三思说薛门之后 跑进了鲁王府 五三思一听 故作惊讶道 哎呀 这还了得 你不快快带兵 搜拿等带什么 快搜 承咬金白手挡住 问五三思 有无万岁圣旨金牌 五三思说没有 承咬金说 你没有奉圣旨 撕搜大臣之符 哼 搜不出来 在八宝金殿 你在听传 五三思深知承咬金 自幼能言善变 欲是多谋 怕没有把握 就把张天鹅叫到 一边反复 丁问薛奎 真是进府了吗 张天鹅说 却有此事 五三思 这才拿定主意 要搜府 承咬金又叫家丁 拿来文方四宝 应让五三思 立下字句 如果金银财宝 丢失盖要赔偿 又查点了进府人数 这才由张天鹅 入内搜查 五三思留下守门 张天鹅领兵 四处搜索 最后来到观宅堂楼 兵丁冲楼上一喊 惊动了老夫人 她乃当年 裴元庆的姐姐 秉姓刚直 张天鹅听陪王妃 带气答话 就没敢搜 张天鹅回来 对五三思说 全府上下 没见薛奎的踪影 五三思不由一争 又问过详情 她决定 亲自去搜堂楼 程咬金眯着眼睛说 青州王 要搜就请便吧 来到堂楼 丫环侍女出来挡栏 五三思执意不从 她命兵丁点燃灯球火把 便登楼进屋 要细心查看动静 老夫人无奈 只好带着丫鬟 婆子跟在后头 五三思进屋 留神细愁 见外屋放着一个 在仗余长的大躺柜 不由恩 这一声 她要开柜看看 陪夫人脸色大变 支支吾吾 说要是王爷带着 五三思一心 更重不敢离开 就派兵盯下楼 去找程咬金 程咬金吩咐家人 乘服看守大门 转身来到堂楼下 双腿哆嗦 手提一刨 慢腾腾迈步 上了堂楼 这回儿 五三思转身 靠柜 正要冲城 咬金说话 呼绝柜内登的一声 似有人动 程咬金进门忙说 青州王 干嘛靠柜站着 来 来 请坐 五三思要查看躺柜 程咬金说什么 也不肯 说他一辈子攒的财宝 全在柜内 随便看可不行 五三思说 你丢异我陪食 倘若柜里有人 你不叫看 我上殿面君 你能说清 程咬金一伸手 把五三思的衣领抓住 哈哈 好小子 你不奉圣旨 厮搜我府 深更半夜 翻到堂楼 硬说我老婆 柜中藏人 真是遭见我爷 走 咱们上殿便离去 五三思见程咬金 跟他揪袍落袋 硬拉他下楼 忙说 老千岁 上殿面君倒行 可我不放心这柜 非要上殿不可吗 来人 给我把这躺柜 一起抬走 兵丁们上来拾柜 老夫人拉拽不让动 程咬金说 要抬就拾吧 程咬金和五三思 揪袍落袋下了楼 兵丁拾着柜 相随而行 来到府门 程咬金对五三思说 躺柜留着咱们 先去面君 五三思怕重 系上荡放 跑柜中人 硬让兵丁 抬柜而行 程咬金拽着五三思 徒步穿街过路 向五朝门走 他故意慢走磨蹭 那抬柜的兵丁 又不能离身 个个热汗淋漓 走不多远 就得换人 来到八宝金殿 兵丁放下藏柜 程咬金 五三思 二人分头去击谷壮中 雪家之后劫法场 惊得五则天 彻夜未眠 他闻听鼓声 连忙走上八宝金殿 守扶龙椅 往下一看 原来是程咬金 和五三思 五则天说 程老千岁 孤王在此 请先撒手 有话从容讲来 这时程咬金 才把五三思一带松开 喊道 万岁 老臣我冤枉了 说着爬府垫脚之下 放声痛哭不已 五则天 盲问原样 程咬金半想 才止住悲声说 五三思目无君主 不奉圣旨 竟私搜我符 又把我家躺柜 抬上殿来 愣说柜里 窝藏着人 我一辈子攒的钱全 被他们抢光了 五三思又怕又气 心说 好个程咬金 给我扣的罪名 真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 这时 五则天一拍龙案 怒道 五三思 你真乃胆大包天 寡人今日 非杀你不可 五三思跪幅垫脚之下 盲说 万岁且慢 臣有话回禀 他把经过一讲 五则天当下 传指教张天鹅上殿 张天鹅供认 他确实看见学门之后 进了鲁王府中 五则天转身说道 成老千岁 跪计时来 你应当面 把跪打开 不然焉能洗个清白 你丢了什么 寡人都可陪你 咬金推托不过 才慢腾腾 抹出钥匙 走往跪前 程咬金把钥匙插入柜锁 哗啦 一宁 就听柜里啊 这一声 他手一哆嗦 把锁头摘下 料吊极打开 知悟说道 万岁 请看吧 则天一看 只开了锁 并未揭盖 便令五三司去打开看看 五三司不敢过去 又拿手下五式去开柜 五师们离着老远 用那金瓜 把柜盖网开一桶 就听柜中 有人啊 了一声 闻听柜中人声 众人吓得直六边 五三司贺问 什么人 快出来 就听柜中喊道 哎呦 是我 只见柜中 缓缓站起人 原来是个满头猪脆 容颜秀丽 身着罗裙的姑娘 当下程咬金倒退几步 爹坐在那儿 众人一看 也都目瞪口呆 武则天到西凉器 退后几步 问 你是何人 我 我叫春桃 是伺候我家老夫人的丫鬟 说话间 这丫鬟从柜中卖出来 程咬金忙说 春桃 你钻进我柜中 干嘛呀 老爷有所不知 是夫人给我算了一挂 说我今天子时交运 不能见光 才把锁入柜中的 嗯 我这是到在哪里 程咬金 这才长出口气 定定神 当下手拍大腿 哭喊开了 哎呀 我柜里东西 全丢光了 万岁作主 快赔我的金银财宝呀 武则天队伍三司 张天鹅喝道 你们竟敢不奉圣旨 厮搜官府 真乃木无王法 朕罚你二人 黄金万两线十日内送去赔千岁 如若不然 就得要你们向上人头 五 张二人 有苦难言 只好爬伏殿下 跪谢皇恩 又上前 给程咬金赔了礼 程咬金这阵子 心里挺了 心想 白赚万两黄金 照此多搜几次 我可发大财了 武三司张天鹅 怀着一肚子窝囊气退下 又派人拾回躺柜 送回丫环 武则天说 程老千岁 您先留下 朕另有钥匙相伤 原来武则天 有个妹妹 当初由程咬金 卫梅 许配同官大帅上元培 这次武则天 有一派程咬金 去同官送亲 好让妹妹完婚 所以留下她商量 上元培之父上城 元氏大唐忠臣 武则天篡位后 无辜被杀 元培之母宁氏 为保住上家根苗 便带子进宫 见武则天 编了一些武则天爱听的语 言称上城最有应得 结果武则天没杀她娘儿俩 无事货老贼 见上元培聪敏英俊 料定将来必是将才 便把她娘俩留在自己府中 并要把她的老姑娘 许配给上元培 宁氏十分为难 便找程咬金说了此事 咬金一听 那好 这个没我做 为了元培长大成人 将来能给他爹报仇血恨 这门亲事得应允 定亲之后 宁氏便找武则天 为儿子长大后求官 武则天一口答应 宁氏教儿子自小习文练武 几年之后 功夫学成 当了同官大帅 成为独当一面的勇将 武士获见自己姑娘长成 曾儿度提出完婚之事 上元培总乙军任在身 国事为重 借口推脱 武则天对武士户讲过 这门亲事还得丑机会 叫程咬金去办 所以 今天他借机罚武三司 张天鹅万两黄金 送给程咬金 有意讨程咬金高兴 好派他去同官送亲 程咬金眼珠一转 手脸胡须说 而今陈以风竹残年 受不了过多折腾 沿途可不准盘查 我还想带上家卷 在送亲之后 探乡济足 这些事万岁如能一从 臣愿前往 武则天说 好 寡人这就出职 一路严禁谈查询问 探乡济足 也是人之常情 旷千岁 即弱大年龄 寡人一概一从 当下辩命 尽是写了圣旨 让咬金三日内动身 咬金领了圣旨 辞别皇上 走出金殿 喜出望外 心想 真乃天赐良机 这下 我就能把 卢灵王 薛娇 薛奎 护送出京城了 程咬金 乐滋滋回到府中 便把卢灵王等人 请到内书房 把送亲 桃子之事 一说 要他们早做准备 化妆改办 混出京城 又反复 叮咛薛奎 沿途 勿要听话 莫要惹祸 卢灵王听罢 感恩非浅 说道 老千岁 功高莫过救驾 多谢您的救命之恩 钢要失礼 程咬金 连忙拦住 第四天早饭后 程咬金 骑马来到 武士货家 把武家老姑娘 接出 姑娘花枝招展 羞答答上了 丹凤年 武士户连连致谢 程咬金 一抱拳 谢不谢是小事 死后没人骂 就行了 送亲人马 好当 家眷车辆 相随而行 卢灵王 薛娇和薛奎 改扮成家人 书童 车夫混在当间 程咬金 骑着高头大马 得意洋洋 在御林军 和仲家丁 前呼后拥下 出了长安 这天到了同关 宁氏老太太 让上元 陪接 程咬金 进城 让家眷 住在后院 关宅 公主 赞往金亭 一管歇息 程咬金 和宁氏老太太 在帅府 前厅见了面 把宋公主 完婚的 来一说明 宁氏老太太 忙道 别人不知 老千岁 还不知 这门亲事 无论如何 可成步的瓦 程咬金 解劝一番 要宁氏为 儿子着想 说公主 不过女流之辈 还能成了 什么大事 眼下要走 一步说一步 宁氏万般 无奈 点头应允 挑选了 良辰吉日 给儿子玩了婚 婚事料理完 程咬金急着告辞 私下他对宁氏实情相告 暗中又将薛娇 薛奎找来与宁氏见过面 次日 他们便辞行 暗户庐陵王出城 出了铜关 走了一城路后 程咬金吩咐薛焦 薛奎更衣上马 手持兵刃 保护忠宗 程咬金说 殿下 异域河王 忠宗道 我回房州 咬金说 好 过了黄河再说 忽然 后面压车家丁 跑来禀报 老千岁 大事不好 背后有追兵赶来了 程咬金拨转马头 手打梁棚 往后一看 只见一只人马 飞奔而来 咬金赶紧吩咐薛焦 薛奎保护忠宗 奴灵王 跟着家眷前头走 自己带领几个家将 等在路边 看个究竟 原来三騎王 李承夜听说薛刚 从西梁借兵归来 他便调集人马 赴京去逃旨 要攻打九燕山 回西京途中 碰到五三司 五三司 把锤震舞朝门 中宗被救 程咬金 回乡祭祖之事 详说一遍 李承夜一听 吃了一惊 哎呀 还有这是 卢灵王一定是被 程咬金带过铜关 管他有没有圣旨 快追 几点三千骑兵 反倒穿过铜关来 追赶程咬金 李承夜追了上来 他见程咬金 在路旁等着 赶紧勒马 抱拳说 程老千岁 请了 您这京城补助 意欲何往 程咬金说 他是金殿 讨下旨意 要回乡祭祖 又一问 才知李承夜是追上他来盘查中宗和学门之后的 李承夜当下要查 程咬金一摆手 问他有无奉旨 李承夜说 没有 程咬金一翻脸 你无圣旨 竟要私查我的车辆 这明明是路杰 真乃大胆 李承夜说 不让我看说明 卢灵王中宗在你这里 程咬金冷笑一声 三骑王 你猜对了 程咬金一拾腿 从鸟是环德胜沟上 摘下六十四斤的八卦 开山符 想见卢灵王 得先会会 我的斧子 三骑王说 程老千岁 你这两下子年轻之时 就不怎么样 如今年过百岁 还想逞强 伸手便从德胜沟上 取下骑凤 招阳刀相迎 程咬金双眉 倒数二目原睁 想当年 我三斧子定瓦岗 谁人不知 混是魔王 大德天子 我做过皇上 你做过 大唐开国以来 我的功劳无奇数 我这开山符 谁不知道 程咬金一撞马 降斧就嚷 砍脑袋 三骑王摆刀相迎 程咬金的斧子 被崩回来 斧窜一推 挖眼睛 三骑王怀中 抱跃刀往外磕 斧子又奔 三骑王砍来 掏耳朵 三骑王李承夜 一缩身 二马错凳 程咬金说声 除 斧当的一下 就戳到 三骑王马鞍上 战马惊叫 一撂绝子 三骑王差点落马 两马再次照面 砍脑袋 挖眼睛又来了 三骑王这才知道 程咬金就会这几下 正要撒马百刀 给程咬金点厉害 就听有人吹 一声内喊 飞马奔来 三骑王马跳圈外 举目一望 见是一位手端梅花 亮银枪的英俊小将 盲问明姓 小将说 提起我家曾祖 官局平辽王姓薛名人贵 祖父两辽王薛丁山 我乃薛勇之子 薛刚支支薛娇 三骑王李承夜 气得牙关紧锁 心说 国家要犯薛刚 尚未拿住 不曾想还有 这薛门后代根牙 喊声 娃子 你往哪里走 催马就要交战 薛娇说 且慢 你别忘了 你是大唐李姓亲王 本是建成 元吉之后 你治国恨家仇于不顾 反为武则天来卖命 真不支持 依我看你不如 扔刀下马 束手就擒 还能流条狗命 李承夜气得 在马上怪叫如雷 抡起大刀 斜肩带 被朝薛娇砍来 薛娇撒马百枪 便与三骑王 站在一起 二人真是 刀劈挂动金锋 枪点如鸡啄碎米 几十个回合 不分胜负 俩人正刀枪并举 杀得难解难分之时 胡听马挂 鸾铃作响 有人在后面 嗡声嗡气高喊 哥哥快住手 我来打发 他回姥姥家 原来是薛奎 赶来助阵 这时 薛娇求胜心切 便先须自一招 又使三骑王 挺刀磕架 然后顺势抖枪一次 三骑王侧身已来不及 这一枪贴他甲咒扎了过去 直下的三骑王出了一身冷汗 这阵薛奎已抡锤过来 薛骄马跳圈外 高喊 兄弟 别给他留情 三骑王拨马闪开 一听来的 这个雷公嘴黑小子 正是薛奎 举刀便奔薛奎劈来 二人杀在一起 李承夜力劈化山一刀 薛奎并不躲闪 他举锤迎上 当的一声刀 被磕起多高 险些出手 李承夜眼貌金星 两绑发麻 他不敢应战 只想智取 躲躲避避 让薛奎走空锤 在旁观战的程咬金 见薛奎力大骁勇 越战越强 能抵住李承夜 便拉着薛骄 悄悄退下来 催马扬边 去追家卷车辆 追到黄河渡口 见家丁和车辆 都已上了船 程咬金便让薛骄赶快回去 招呼薛奎退阵上船 薛奎正在憨战 听哥哥招呼自己 真不想撤 但想到成老千岁出 西京前误要听话的 再三嘱咐 便拨马退下 高声回喊 小子再见 等你薛爷高兴时 再来取你的脑袋 到了黄河渡口 哥俩连人带马上了船 程咬金吩咐 开船 小船顺风扬帆向对岸驶去 很快追上了再度家眷 和庐陵王的大船 三骑王见薛奎 跟薛骄飞驰而去 不由的气冲斗牛 当下带领三千人马 追到黄河渡口 局目远望 见薛奎他们的船只 行道核心 程咬金在船头悠然自得 专宠李承夜斗气 李承夜恨不得插翅飞往对岸 又一时找不到百度船只 这时忽见上游 有只渔船飘荡而来 便高声呼喊 渔家 这乡来 船靠岸后 渔夫说船小不做百度 李承夜说 我有急事 只渡我河马就行 要多少钱 给多少钱 瑜伽推辞不过 便让李承夜上船 马拴船尾 李承夜无奈 只好抱着安肩上船 小船行道核心 只听哗啦一声 抛了毛 李承夜忙问 船怎么不走了 军夜渡人过河船上有个规矩 这叫船家不打过河钱 李承夜说 怕我过了河不给钱 哼 这就给 要多少 十两银子 李承夜急忙伸手 往前搭子里摸 糟糕 分文没有 李承夜手伸进去 却拿不出来了 李承夜羞愧难当 爆款的说 二位实在对不起 我这次出来是打仗 只顾顶盔挂甲照袍束带 没带银子 渔夫一听 立刻动手起毛 要把船拨回去 李承夜心想 他们不知我是谁 才敢如此放肆 便说 船家我乃武则天 架下三骑王 三骑王 哼 莫说是你 就是当今圣驾过河 也得给船钱啊 气急之下 李承夜一伸手 呛郎郎 从肋下拉出 半辖宝剑 快度我过河 不然 我这宝剑 可要沾昏 嗯 请问我俩犯了河罪 凭什么要杀 不给船钱 休想过河 李承夜火冒三丈 举剑冲渔夫就砍 渔夫一哈腰 就是来个童子 拜观音架势 刷的一声 扎入水中 李承夜当下一争 李承夜怒举宝剑 又威胁船尾那个渔夫 快开船过河 渔夫说 你把我哥逼的跳了河 我还让你偿命呢 李承夜飞起 一脚踢过去 那渔夫脑瓜冲下 两腿一拧花 也扎入水中 李承夜只好将剑入鞘 拿起竹竿划船 他左摆右滑 小船只在原地打转转 这时水面一番花 露出了渔夫 李承夜笑嘻嘻的说 你快上来开船渡我 赏你黄金万两 渔夫说 你就是给我做山老爷 我也不伺候你 这是另一个渔夫 从船尾又漏出水来 李承夜举高要打 俩渔夫一个搬船头 一个抓船尾 齐声一喊 扑通一声 把李承夜扣下水 李承夜向酒坛似的 被灌的昏昏沉沉 俩渔夫把船翻过来 把李承夜扔到船上 一个拿高 一个摇炉 小船飞快的向对岸驶去 这阵承咬金的家眷 船已靠岸 有许多好汉来迎接 一个双目有神的道人 念生 无量佛迎接殿下 忠宗一问 才知他们都是九燕山英雄 道人正是徐梅族 咬金问 你何时保的庐灵王 徐梅族就把跟薛刚 占据九燕山的事说了一遍 又说 听到薛奎锤 镇武朝门的消息 我们料想到咱们的人 出京到此 所以我们就在此等候 程咬金说 好啊 真是跟当年我三哥徐茂公一样 能掐会算 忠宗问道 你们现住呢 赞住白草山 哎 殿下您瞅 船上那是南剑 北齐他们来了 这时化妆成渔夫的南剑 北齐压着李承叶赶了上来 众英雄欢天喜地 大伙簇拥着庐灵王 压着三齐王李承叶 向白草山大寨走去 来到寨厅 忠宗休息片刻 然后升仗 李承叶被绑了上来 忠宗怒拍桌案 大声喝道 李承叶 你也是李姓亲王 竟干出如此勾当 小王岂能容你 来人 把他推出去砍了 刀斧手上来往外推李承叶 就听帐外有人边走边喊 刀下留人 殿下 李承叶杀不得 忠宗顺帐门一看 喊话的正是程咬金 不绝一争 程咬金说 主公若把亲王杀了 传扬出去 会有人说你六亲不认 咱灭武兴堂 反的是武则天哪 军师徐梅祖皆言道 老千岁言之有理 又对殿下 而语几句 最后低声 对程咬金一说 程咬金听了连连点头 程咬金高声说道 来呀 把三骑王带到我帐中去 当下兵丁连推带嗓 把李承叶推往 程咬金帐中 程咬金吩咐手下人 把该准备的东西拿来 大摇大摆 走到帐中一坐 李承叶抬头一看 气得怪叫如雷 程咬金说 咱们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来人哪 几个家丁呼拉一下围江上来 把三骑王那倒在地 程咬金一拍桌案 把他胡子刮去 古时男子汉哪有不留胡须的 李承叶不让辞 可有什么办法呢 不大功夫 李承叶的腮帮子 被剃了个光溜溜 惊吁吁 又有几个老婆子过来 不容分说 给三骑王擦了满脸香坟 还涂眉打病 抹了个血红嘴唇 发际分开 输了抓际 脱去战袍 穿上花裙袄 程咬金一声令下 带走 男扮女装的三骑王 被倒剪双臂 堵上嘴 捆上腿 有几个家丁 抬上一辆花车 黄河渡口 早已奉命被传等候 当下把花车推上了 到了对岸 驾丁 车把是把花车推到岸上 大伙又坐船回来 黄河对岸李承叶 所率的三千兵马 正交集 等候主帅归来 突然有军足在河边发现 有辆花车停在岸边 无人过问 又见车里 还捆着一个人 忙把花车送到同关 同关大帅上元培命手下人 打开车帘一看 见有个女子被捆绑着 众人十分纳闷 赶紧把绑绳解开 掏出独嘴的破布 此人呕吐不已 热泪直流 好半天才喘过气来 破口大骂 这时 上元培才认出 原来是三骑王李承叶 上元培看着李承叶 这份奇丑不堪的模样 想笑不敢笑 欲问又不变问 便派人领李承叶 沐浴更衣 可再怎么洗脸 梳头 罩袍树袋 那年头 男子汉眉胡子 也怪难看的 李承叶偷照铜镜 气炸连肝肺 挫碎口中衙 心详 承咬金 承咬金 你把我堂堂 三骑王遭见的好苦啊 我非启奏朝廷 调兵遣将 与你老承和薛家父子 决一死战不可 再说 卢灵王 承咬金等人 自打军师出妙计 花车送走丑办的 三骑王以后 在白草山歇息了几天 便同徐梅族一起 率众英雄豪杰 奔九燕山而来 路上飞至一日 这一天到了九燕山 众将簇拥着 中宗卢灵王 承咬金等围着前山 后山巡视一圈 但见怪石错额 松柏交错 流水缠缠 山连山 山套山 险峻无比 卢灵王对承咬金说 承老千岁 您看此山如何 承咬金手落银须 笑容满面 这九燕山真好啊 说别的不懂 挑递是战山 我可在行 这比我当年占据的 瓦岗寨强多了 徐梅族说 想当年承老祖占据瓦岗 何人不知 承老祖为大唐屡建齐功 谁人不晓 您儿今年过百岁 又护送主公来此九燕山上 此山真乃藏龙卧虎之地 藏风养瑞之所 此时 众将官也赶上来 高兴地谈论着 主公上九燕山 真乃大唐鸿福齐天 单等学刚兵马一道 咱把兴唐大旗扯齐 定会直取西京 灭武兴唐 替死去的李姓亲王 及薛家报仇血恨 薛奎听了便张着个雷公嘴 问声问气问钟钟 父王 我爹爹何时 能来九燕山呢 殿下微微一笑 孩儿 西两百万大军 现已过了成都 指日可到 时尽上午 徐梅族说 主公成老千岁 快回山 歇喜用饭吧 卢陵王点头 大伙纵马扬鞭 高高兴兴 直奔中军大寨而去 遇之后续故事 请看下集 请看下集